耶稣爱我万不错 明有神书告诉我 万小孩子主不养 我虽然若主强壮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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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书告诉我 耶稣爱我万不错 明有神书告诉我 但小孩子主不养 我虽然若主强壮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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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书告诉我 好小朋友 我们试试看用其他的语言来唱 好不好 好 好我们用韩语来唱哦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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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经教我 老师我们还会用 广东华 广东华 哦神经教我 广东华 广东华 哦神经教我 广东华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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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神经教我 老师我们还会用英语 欢迎收看生命梁第七十七集 今天我和大家来分享 耶稣爱小孩 耶稣爱小孩 我们先来看两处的圣经的经文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十八章 第一节到第五节 所以说 当时门徒进前来 问耶稣说 天国里谁是最大的 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 使他站在他们当中 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回转 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得进天国 所以自己谦卑 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 反而为我的名 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另外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 十三节到十五节 那时 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 要耶稣给他们安守 祷告 门徒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耶稣就给他们安守 就离开那地方去 这边两处经文 我们可以充分的感觉到 耶稣是非常爱小孩的 耶稣喜欢小孩到他的面前来 尽管有些门徒会禁止 或不让小孩接近 但是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们 让小孩到我这里来 耶稣也前面提到说 天国正是需要像小孩子这样的人 你们要变成小孩子的样式 最重要是像小孩子的赤子之心 天真无邪的 那赤子的意思 这是出生的婴孩 非常单纯 非常纯洁的 那么孟子黎楼篇里面说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 这边提到 作为一个大人 作为一个成人 也要不失赤子之心 还像个小孩子一样的 单纯圣洁 那这里耶稣特别提到 告诉我们 说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 天国要像小孩子一样子 天国正是这样的人 所以天国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 要像小孩子一样有赤子之心 非常单纯的 非常纯洁的 非常圣洁的 完全不受污染的 你看一个出生的婴儿 到世界上来 他还没有被世界的大人 刚刚所污染到 小孩子进到这个社会里面 慢慢会社会化 慢慢会学会许多东西 会讲脏话 会说谎 会骂人 甚至会跟人家 起冲突打架都有 慢慢因为他进入社会化 慢慢被这个社会所污染 又失去了他的赤子之心 失去了非常单纯的 天真无邪的心 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 像小孩子一样 要保持那个赤子之心 保持那天真无邪的 那我们这里看到前几天有个新闻报道 胡瓜他的女儿叫小珍 胡云珍 胡云珍有个女儿 英文名字叫伊玛 她是9月12号过9岁的生日 那我们知道胡瓜的女儿叫小珍 跟她的另外一个她先生 之前在婚姻上触交 两个人就分居了 通常假如说父母之间 如果说生活在一起 若婚姻不太美满的话 假如没有小孩还好 如果有小孩 往往小孩就是比较会 等于是受害者 因为父母两个 如果真的不能在一起 真的有得离婚 那到底小孩要归谁呢 有时候父母当中的小孩子 监护权 就可以吵得不可拍交 那假如在分居状况也是一样 那小孩通常在父母当中 会夹在中间当夹心饼干 小孩子非常不容易过生活的 因为他父母感情不好 小孩子非常痛苦的 我想这个伊玛 就是小珍的女儿 她从小在父母的时候 感情就非常浮沫的情况之下 伊玛我想她心里面是受创伤的 我想伊玛她这个小孩子 9岁的小孩子 她心里面也是希望说 有个美满序母的家庭 她也希望她的父亲跟母亲能够和好 她全家里面就非常完整 非常幸福 有父爱有母爱 所以伊玛我想她小小的女孩 她心中一直希望 父母也能够和好在一起 那感谢祖的伊玛这小朋友 她是非常爱祖的 小珍就带她到教会去 所以伊玛我想面临父母这样感情不墓 分居的情况之下 伊玛常常跟天父祷告 跟耶稣祷告 希望耶稣能够带你 让他父母能够和好 伊玛常常跟耶稣做这样的祷告 这是一个小孩子非常天真无邪的 这个赤子心的祷告 那感谢祖 祖垂听了 在9月12号伊玛她过生日的时候呢 不但父母在一起陪她过生日 然后呢 爷爷奶奶也一起 那全家就拍了一个团圆照 拍了一个全家府的照片 我想伊玛非常高兴 跟小女孩心里非常高兴 另外伊玛她告诉了小珍 伊玛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小珍 她在鼻上她留了一句话 我们来看 很感谢耶稣给我一个 那么棒的爸爸 很感谢耶稣给我一个 那么棒的妈妈 很感谢耶稣给我一个 这样充足的家庭 这句话我想我们看得非常感人 这是一个9岁的小女儿伊玛 她对妈妈说的 因为那一天 他们全家父母都团圆在一起 爷爷奶奶都在一起为她庆生 她很高兴 她跟耶稣祷告 耶稣听了她的祷告 让全家团圆在一起 那父母呢 也因为伊玛 她这样一个感恩的见证 非常感动 所以父母因为伊玛 她这样一个在神面前 这样的祷告 我父母子之前 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和好如初 感谢主的恩典 这样一个小小的女儿 感动了父母 感动了全家 一个小小的一个女孩的祷告 就是一个赤子之心的祷告 就是耶稣所说的 小孩子的样式 天国里面也是小孩子的样式 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像小孩子的样式 我们都不像小孩子的样式 断不能进天国 我们进天国就要像小孩子的样式 要赤子之心 要天真无邪的 我们要随神来到神面前 来到耶稣面前 当然有些人带他们小孩 来到耶稣面前 希望耶稣来为小孩子 安守祷告的时候 门徒居然禁止 但耶稣说不要禁止他们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耶稣这里讲一句话 非常感人的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所以看到耶稣是何人呢 爱小孩子 爱小朋友 接着呢 耶稣不但让小孩子到他的面前来 而且耶稣说 在天国的正是要像这些小孩子一样 然后耶稣又为这些小孩子们 安守祷告 祝福 把天国的福气吃福的给小孩子 所以感谢主的恩典 我们要让我们的小孩来到神面前 来到主耶稣面前 家中有小孩的 我们要像耶稣一样 爱小孩一样 我们不但爱他 照顾他的生活 起居 生育他们 养育他们 而且最重要的 要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 让他们领受神的赐福 领受耶稣给他们的安守祝福 所以我们要把小孩子 站到耶稣面前 耶稣说 让小孩子到这里来 让我们所有的家里面 我们做父母的 做长辈的 我们要把小孩子 站到神面前 让小孩子领受神的赐福 让神赐福所有的小朋友 赐福所有的家庭 都幸福 美满快乐 主耶稣爱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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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神出告诉我 主耶稣爱我 要神出告诉我 我相信耶稣爱我